大家好,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要学习代名词的用法 前面的课程里,大家已经认识许多代名词了 这一课呢,我们要更仔细地去了解代名词的用法 现在,请大家先听老师念一次课文 我们先听老师念一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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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念一次课文 我们先听老师念一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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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听老师念一课文 我一个名字的课文 离牠和沙妮 ни得迷 很地,我来自豪 让大家抱着沙妮 很地,我来自豪 让大家抱着沙妮 我是如果会在沙妮 我们给大家看法 在每个月中的地区 我们发生了很多 我是 我想说 我没有答应你什么都不在乱 我不会很害怕 有一点讲看 把婊秀 我聞那你都祝いた 那我 把婊秀 我们的一言都 relaxing 我们从语法课的第一课就学到了 这样的句子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的绘画中 我应该是最常使用的一个单词了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 还学过许多不同的形式的我像是 我们在课程中 在前面的句子里一共出现了 这么多不同形式的我 在使用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的课程里老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我这个词分为附着式和自由式 我们先来介绍附着式 附着式的我 有分为主格和属格 附着式主格形式的我 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句 这两个句子都可以算是名词位语的句子 我们再看看一些动词的语句 这三个句子都是动词的主式焦点句 句中的阿根都是句子的主语 由于它是主式焦点 属于主语也就是主识者 以下有两个寿式焦点的句子 这两个句子里动词是寿式焦点形态 句子中的阿根也都是主语 由于是寿式焦点的语句 所以主语就是寿式者 也就是被带的人 被给予衣服的对象 我们看到这几个句子 中的阿根的位置 都紧连在句子开头的名词 或是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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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否定词 这样的持续跟普通名词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第二个句子 阿拉格格纳格采尔西安 如果我们要将句子的主语换成人民的话 就会变成阿拉格纳格采尔西安的巴鲁 巴鲁是台湾的小孩 如果我们将主语改为代名词的马鲁 就会变成 在其他的动词为谓语的句子中 也有类似的现象 大家可以比较以下以下的句子 接下来的几个句子 再比较一下 从这些持续的比对 大家是不是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为何会被称为附着式的原因呢 学会了附着式组格的我 接下来我们来学学习附着式组格里的我 在语法的第一课 我们也学过了我的 要怎么说我的眼睛我的衣服我的朋友等等 例如我们可以看以下的例句 这几个例子中 属格也称为所有格 代表的是我所有的 也就是我的 属格的使用还出现在 非主式焦点的动词形态的语句中 例如 介绍完了附着式的我以后 我们再介绍自由式的我 刚刚介绍的附着式代名词 它在句中出现的位置有很多限制 通常都要紧跟在句首的名词、动词、否定词之后 自由式的我在使用上就没有那么多限制 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句子里头的不同位句 可能是句首、句中或句尾 自由式的我又分为中性格、属格、邪格 我们先看看中性格的例子 他在句子中是主语 但不需要附着在位语的后面 我们再看看邪格的例子 那八寸的句语、断乱根、因格乎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句语 这是主识焦点的语句 所以句语就是主识者 是看的人 这里的我是被看的人 用来补充说明主识说明主识语看到的对象 所以我们用斜格 断乱根 在排湾语中我的属格也有自由式 是尼亚根 请看一下的例句 尼亚根阿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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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的衣服我要说古加珠阿珠阿 这个属格形式的古并不能独立使用 它的后面一定要接另一个名词 所以完製的句子也可能是 古加珠阿珠阿 但是尼亚根是可以独立使用 就像我们刚刚在句子中所看到的 尼亚根阿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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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他介绍是单数的情况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是负数的情况就是我们 要分排除式和包含式 如果Varu跟爸爸说 Uri vai gaminan manui nu dia 意思是说Varu要和其他人明天要去游泳 但是一定不包含正在听他讲话的爸爸本人 这就是称为排除式 如果他说的是Uri vai gaminan manui nu dia 意思是说Varu正在和听他讲话的爸爸明天要去游泳 或许还有其他人 但是重点是一定要包含爸爸本人 这就是称为包含式 我们现在来列举一下排除式的我们 他有以下的五种形式 Amen 排除式附着式主格 Nia 附着式属格 Niamen 排除式自由式属格 Diamen 排除式自由式中性格 Diamen 排除式自由式斜格 再来列举一下包含式的我们 也有以下五种形式 Diamen i nicht b 第二人称代名词 我们现在来列举 以下第二人称你的四种 以下是一些例句 以下第一人称你的四种 我们现在来列举一下 第二人称你们的五种形式 第三人称代名词 他并没有附着式的主格 其他三种格位列举如下 由于他没有附着式 所以在使用上跟普通名词很像 第三人称代名词 他们也同样没有附着式 其他三种格位如下 接下来请大家看着黑板上的图 练习表达其中的意思 我们来列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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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列举一下 我们列举一下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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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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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现在请大家看黑板上的图 想想看怎么用排外语来表达 比达跟任何 supernatural 比达跟代亥是他们的 在马路上 比达跟代亥是 Consider 当承许是他 Orange 前来年《白头紫未经》 天皇要逃外 Ul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请大家看黑板上的图想想看怎么用台湾语来表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一刻里我们练买了几个基本的句法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请看黑板上的句子想想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 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 答案是 想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 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 答案是 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 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 答案是 第四题 请大家再想想看 答案是 以下有几个中文句子 请大家练习一下 要如何用台湾语来表达 第一个句子是 你要带我们去 想想看要怎么说 答案是 het 你答对了吗 第二个句子是 想想看要怎么说呢 答案是 你答对了吗 第三个句子是 想想看 我们要去河边游泳 你要去吗 想想看要怎么说 答案是 你答对了吗 今天的空中主义教室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次空中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